第二个 不等观菩萨 这个智慧啊 这是这个菩萨修行差别字 他知道人也有什么 在修行当中有所谓上品 中品跟下品 有所谓出世法 也有入世法 有生起赤地 属于入世法 严满赤地 属于出世法 生起赤地 属于熟地 严满赤地 属于真地 就是圣地 又叫做圣地 地就是真理的意思 那么他懂得生起赤地 属地跟真地 他都能都懂 所以他教导众生啊 以这个人本身的 他是上等根器 中等根器 下等根器 每一种根器应即来教法 来化众生的 这个就是不等观菩萨 了解什么叫做等观菩萨 什么叫做不等观菩萨 你必须要了解 什么叫不等观菩萨 就是因为他有差别字 他分别这个众生 你是属于哪一品的 他教你哪一品的法 去这样子去度化众生的大菩萨 叫做不等观菩萨 这样了解等观跟不等观呢 谢谢大家